大家好我是學長 大家好我是副咖啡小宇 OK我們上一篇硬賣90秒 小宇哥跟我們分享的一些 吧檯規劃的水啊 電啊的一些設置 包括插頭的一些安排 那我們這一篇呢 小宇哥要跟大家聊一下 一些吧檯的安全訊息 這也非常重要 那我們感謝小宇哥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啊 吧檯的一些衛生跟安全上的規劃的一些 需要注意的一些部分 其實啊一個咖啡是在吧檯裡面啊 他要接觸到其實非常多 具有危險性的一些機器 比如說像義式機的鍋爐啊 甚至是開水機 有時候你會在 工作防蠻的時候 因為疏忽會導致自己燙傷啊 或者是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傷害 所以我們在做吧檯規劃的時候啊 就必須先把這些所謂的 動線考量先考量進去 那我們在做規劃的原則的前提之下啊 是我們會盡可能把有熱源的部分啊 盡可能的放在我們的動線回轉的規劃的最角落 甚至是離到我們就是 平凡工作的地方的 較遠處 就是比如說你會發現我們的熱水機 其實會離吧檯 稍微有一點點距離 雖然會影響到我們工作上的 動線上可能會 比較繁瑣 但是這是一個安全上的考量 然後包括我們的意識機會 也會盡可能的 是放在角落 因為你在角落的部分 比較不容易在 比如說你在轉身的過程中 去容易觸碰到或燙到 然後另外就包括一些衛生上的考量 我們會 呃 會強烈建議就是說 我們自己本身 他在做 所謂的 清潔的部分的時候 我們會把蘑菇做分類 比如說會接觸到 悲劇 就是客人會 會救口會喝到的部分 我們一律統一都用白色的蘑菇 那比如說清八台的桌面 甚至於擦桌子擦地上的蘑菇 我們就會用有顏色的蘑菇 去做區隔 那這樣子就很容易去分辨出來 就是說 不會因為拿錯蘑菇 把原本擦地上或擦桌子的蘑菇 拿去擦了客人要喝的杯子 那希望這樣的建議會對大家有一些幫助 謝謝 好我們謝謝小語哥給我們的建議 各位那個辦來會實在是很重要的 還有安全的部分 請大家都要多多 注意 尤其像 像富咖啡這種 空間真的比較小的 真的 如果這個東西 動線設計不良的話 你就知道 屁屁屁屁屁屁屁 就很容易撞到 OK 好 那我們今天インフェ就是每次到此為止了 如果各位有 如果各位有 時間的話 可以來大道程來富咖啡 來跟小語哥聊天喔 好 謝謝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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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